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站起自己走出来 然后其他的人全部背身 好像在茫茫人海当中去寻找他想要的那个人 到招让这个部分的时候 当时就想到我能不能用一个画面模拟到心电电图 但它最终变成一条指线 最终定下来让其他的成员这样抓住手之后 做上下的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 想模拟那个心电图的线的感受 包括他们全部一起跪下来 手连成一起变成一条横线 就是想体现原本是有脉搏 最终变成一条平线这样一个感受 然后到刘野这个部分的时候 摆这个ZERO的时候离得都很近 当他们起来的时候 手全部对里边 就是说前景是人的手 后边是刘野这个人 这个画面还挺好看的 这个地方就是想表现很多思念的感受 包括从心里出发的东西 包括最终大家都可能比较喜欢的闪电这个 我也是想在副歌里边就强化这个概念 洛洛这个部分其实有点遗憾 因为在真正演出的时候 只有洛洛在家后面两个城 实际上最开始设计的时候 这里是五个成员一起表演 当时这个部分就本来有延续家的 但没办法 因为他受伤了 接下来本来是家家 然后再接到人行 在最开始的这个demo设计的时候 当洛洛这里走掉之后 本来是把家家留在中间 让他唱 唱完之后 家家蹲下来 然后人好从他头顶越过来 但现场就没有办法 这个画面就没有办法实现 因为一直是从中间出现人 所以这个地方就想 把那个调度稍微调一下 所以就想到了 把镜头移动到右侧 然后让整个画面 能够换一个角度来看 这一段的时候 因为他这个词也是很伤感了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设计 就是好像在寻找 然后转身 然后往回走 就是他虽然要创造一个有你的世界 但是最终可能 他现在眼前这个世界 并没有他想要的人 然后接下来 这也是Rice这两年 经常会出现的段落 就是赵磊和刘也 来负责这个复歌前 pre course 或者说是bridge的部分 因为确实他们两个 做一些和声 包括一些旋律 这样的东西 会更好听 因为也知道这首歌 是在他们的告别典礼上 做表演的 所以想更多的 在双人部分的时候 能够让他们 有更多的交流 后边最后这一段 用他们最擅长的舞蹈 肢体的表现 来去传递 想要创造一个有你的世界 这样一个决心 Rice这两年 其实经历了很多 然后他们 一直想要的一个理念 或者一个想法 就是说希望 能够用Rice的这个名义 能够去影响更多的人 所以最终在 这首歌的结尾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烙印 因为在最开始的时候 就比较强化他们闪电的 这个logo的这个元素 所以在最终的时候 就想到摇破手指 用自己的血来 书写这个Rice的这个闪电 所有人去看这个表演的时候 可能比较印象深刻的 也是最后ending的这个地方 我也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 虽然它是一个告别 但是还是希望能够留下 闪电的这个烙印 这就是大概的编舞思路 就是这样 希望以后有机会 把我之前的一些作品 或者说之后要做的一些作品 也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 给大家解读出来 也欢迎大家 有任何想要讨论的都可以问我 我们可以在 以后有更多的交流 谢谢大家 拜拜